大家好,欢迎收看四一泰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内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很多人都在纠结于要不要生二胎的时候 这些娱乐圈的女明星已经开始争先恐后的生计了三胎 比如说张柏芝、吴佩慈全都生了自家的老三 果然明星就是和普通人不一样 一点都不用为了奶粉钱而发咒 不过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张柏芝 大家都知道她出道的时间很早 甚至被冠以青春的名号 只不过后来由于一些事情导致人设以及事业权限崩塌 其实现在小兵还在想 假如当时没有发生那件事的话 不知道他们现在会不会还继续在一起 毕竟当时他们结婚的时候可是收到了无数的祝福 过去的事情不说了就说如今吧 现在的张柏芝可以说是活跃在娱乐圈中 看样子还是要继续给儿子的 正来分钱了 而且前段时间还传言说在北京买了房子 准备要来内地发展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在小编看来把孩子们接到北京也是好的 起码可以让孩子经常看到爸爸 而且不得不提的就是谢霆锋的父亲谢贤 他和自己的儿媳妇相处的还不错 而且他今年已经83岁高龄了 最想的事情就是能经常见到自己的孙子 对儿子和王妃的爱情他也是一点也不管的 说到这儿想必大家一定也发现了 这一家中最精明的恐怕就是谢贤了 一直在外面夸奖自己的儿媳妇的好 而现在也能经常与自己的孙子们相处 这才是真正厉害又聪明的人 况且血浓与水最为重要 不管到什么时候 爷孙的关系不会变 一家人的关系也同样都不会变 最主要的还是张柏芝 希望他能好好地对待自己的事业 不要再搞什么装疯卖傻的人设了 毕竟奶粉还是很贵的嘛 在谢霆锋喝醉了以后想起母子三人时 就曾表示王妃与张柏芝根本比不了 可以说是一辈子都比不上他 张柏芝独自一人抚养这两个孩子 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小编觉得谢贤也可能也知道这件是非常不好的 谢贤也是离过两次婚的男人 他和他的原配没有孩子 他二婚的妻子就是谢霆锋和妹妹谢婷婷的母亲 迪伯拉 他生了一双儿女 但是两人的感情还是没有维系多久 也离婚了 在整个娱乐圈里谢霆锋的爱情让很多人不解 明明有两个可爱的儿子去选择和王妃一起生活 他们两位离婚之后 两个儿子一直是有张柏芝在照顾 也就是说抚养权在张柏芝的手中 张柏芝每天看着两个孩子成长 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而谢霆锋就选择和王妃走到了一起 现在谢霆锋和王妃非常的恩爱 不过大家也非常担心两个儿子 因为现在孩子还小 难免会想起自己的父亲 如果想谢霆锋了怎么办 对于张柏芝来说 虽然在他身上出现很多对他薄利的事情 但是他独自带孩子这种精神 让大家十分的感动 因为母爱大于天 任何事情都阻挡不了照顾孩子长大成人 有网友爆出他有新恋情后 该如何处理新男友与孩子的关系 他曾表示只把孩子抚养成人 婚姻的最近现在已经汗淡了 虽缘吧 其实理由也非常简单 虽然谢霆锋和王妃两人有了爱情 但是谢霆锋却失去了对两个孩子的亲情 爱情有时可能只是一瞬间 而亲情会跟随你一辈子 不离不弃 而且王妃现在仍然像长不大的孩子一样 虽然年纪都50左右了 但是星星却像一个孩子一样 难怪谢贤偏爱张柏芝 网友纷纷表态 做得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瑟一泰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瑟一泰每天都会更新 精彩娱乐资讯哦